他们当时瞒着你离婚 后来有在跟你聊过这个事吗 没有聊过 就算聊了他们也不会复婚 每个父母 都有追求自己幸福的权利 他们不该被我束缚着 我早就想明白了 那你跟他们说过你那时候的委屈吗 我就记得上小学第一天 上学的时候 所有的小朋友在一起拍照 其他小朋友都努力地往第一排挤 因为他们的父母在一起来拍照 我没有 因为我知道我爸妈没来 我的父母 都是在行业里非常优秀的人才 他们给我提供了很好的条件 在我工作之后 就越来越能理解他们 他们之所以选择舍弃我 也是无可奈何 所以我没有觉得委屈 只是偶尔想起来那一天 在那个时刻 我也很想当站在第一排的那个孩子 老爷知道吗 老爷知道吗 不知道吧 没跟老爷说过 好 我刚刚发现 我们酒店的那个浴缸好像特别好用 很温的 还带喷头 一会儿试试 好啊 那一会儿我去放水你先怕 你是这个意思啊 那我不洗了 你自己洗吧 什么 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 我本来布置了一个下午想给你一个惊喜的 结果弄成现在这个样子 现在这样也特别好 在哪儿 在哪儿 这里是蜜月的套房 那等蜜月的车也在来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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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